大家好,我是阿芳,欢迎来到我的课堂 今天这节课呢,阿芳给大家带来一款漂亮的小菠萝花四季背心 这件背心呢,阿芳用的是四股的金属棉 用量呢,是300克左右 我的工具呢,是4.0的勾针一枚 3.0的勾针一枚 缝合针 记号扣 剪刀 皮尺 这个花形呢,特别简单 但是呢,勾出来的效果特别漂亮 它是,片勾是10的倍数加3 起头是起10的倍数加3 然后圈勾呢,起10的倍数就可以 这个总共是,每一组花形总共是5排或者说5圈 大家看一下,特别简单 但是呢,勾出来效果特别好 是不是特别简单 我这个呢,是起了27个网格 27个网格呢,每一个网格里面我勾了3帧 也就是81帧 81帧加上一个起立帧 加上一个结束帧 也就是83帧 刚好是10的倍数 大家可以自己调整哈 起27个网格 我这里呢,是8组花形 8组花形给大家量一下我这个尺寸哈 因为加上这个 边边 我这个胸围呢,是62厘米乘以2 然后呢,长度,长度大概是 应该是50厘米左右 49厘米 所以这件背心呢,还是算稍微比较宽大的吧 然后呢,也是属于短款 我们这节课呢,来学习这个花形的勾法 下节课呢,来学习它的缝盒 还有这个收尾工作,好吧 我给大家用这个颜色 起个头吧 这个颜色我觉得勾花形的 看得更清楚 这个蓝色的颜色比较深 我怕大家看不清 我是网格起针法哈 然后呢,一 总共加上活结 总共勾四针 然后呢,在第一个这个活结里 我们把勾针插进去 绕线带出来,勾一个长针 这样呢,我们第一个网格就起好了 第二个,一,一,二,三 好的,在这里调两根线 我呢,就做个小样吧 我就起七个网格 这件背心呢,特别适合我们的新手姐妹 你跟扎方保证你能勾出成品 因为这个花形真的太简单了 我是一眼就像中了 这个圆图茧呢 我在圆图茧的基础上做了改动 把它这个难度又降低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正好 好,为什么我起七个,大家看一下哈 三七二十一,然后加上头尾 它就是二十三针 刚好也是十的倍数 跟我这个衣服一样的 一,二,三 好,我们接下来在每个网格里面勾三个长针 当然大家也可以用锁针起头哈 那样就不用算 就更方便 你想起多少就起多少 它这个胸围呢也没有规定的 根据你的身材 根据你的喜好可以确定哈 我开始的时候这件背心 我起了三十四个网格都勾了两组花形了 量一下太大了 我感觉太大了 所以我又拆掉勾了二十七个 起了二十七个 我们这一排呢 就是在每个起立针 就是在每个网格里面 起勾三个长针 然后呢 开始的时候勾一针起立针 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勾一个边针 也叫结束针 好,大家看一下哈 这样呢 我这个帧数呢 就刚好符合我的要求 就是我们这个花形的要求 你看 在最后一个网格里面 我们勾三个长针 然后呢 大家可以在这里给它勾一个 勾一个长针结束 这样呢 我们勾完了 它的帧数呢 就是二十三针 我们开始勾第一排的花形 一二三 好 翻转植物哈 然后呢 我们这样哈 大家看一下 现在开始勾这个花形了 勾三个长针以后呢 在第二针上 我们勾 一个长针 第三针上 一个长针 现在我们加上起立针 总共是三个长针 是吧 然后呢勾两个锁针 勾完两个锁针以后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我们跳过去不勾 在第七针上 我们勾一组水少花 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一个长针 好的 这一组就完成了 我们 八九十 跳过去不勾 开始下一组 第一针上勾 一个长针 第二针上 第三针上 好 勾完三个长针以后 我们勾两个锁针 哦不对 这里我勾错了 这里 更正下 这里我们还要勾两个锁针 我说怎么不对呢 好 我们最后这三针跳过去不勾 在这里勾 第二组 一 二 三 好 两个锁针 然后跳过三针不勾 然后跳过三针不勾 我们在这里勾 一组水少花 水少花呢 是一长针 两锁针 一长针 勾完了以后 记得勾两个锁针 我刚刚这里就忘记了 然后呢 跳过 一二三 最后这里 如果你针数没错的话 它一定是 三个针目 这就是我们的 十的倍数加三 这三针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 首尾要呼应 所以它一定要勾三个长针 这样前后对称就好看 你看 这就是我们这个 十的倍数加三 这三针在这里 好 花形的第一排勾完了 我们开始勾第二排 一二三 好 翻转置物 勾 再勾两个长针 勾完三个长针以后 我们勾一个锁针 然后在这个水草花里面 勾一长针 勾一个锁针 这里呢 我们总共勾五个长针 每两个长针之间呢 我们间隔一个锁针 一长针一锁针 总共勾五组 看 一二三四五 好的 勾完以后 这一组就完成了 我们开始下一组 好 再来看一遍哈 好 一个锁针 好 在这个水草花里勾一长针 一锁针 总共勾五组 第二组呢 我动作就快一点哈 就不再慢动作了 一二三四五好 然后呢 结束的时候我们勾三个长针 好 花形的第二排勾完了哈 我们开始勾第三排 一二三 翻转之五 这三个长针呢 是始终不变的哈 好 勾完以后 我们勾两个锁针 在第一针跟第二针之间勾一个短针 三个锁针 第二针 第三针之间一个短针 三个锁针 第三针 第四针之间一个短针 三个锁针 第四针 第五针之间一个短针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呢 我们总共是三个这样的线圈 这是我们的菠萝花 然后呢 勾两个锁针 开始下一组 好 两个锁针 一个短针 三个锁针 一个短针 三个锁针 一个短针 三个锁针 这个花形是不是特别简单 然后呢 结束的时候 我们勾三个长针结束 这一排的花形呢 是这里 菠萝花这里是三个这样的碗格 然后两边呢 各两个锁针 好 勾完了以后 两个锁针 这一组的花形呢 是跟上一团 跟上一排一样的 只是我们的碗格少了一个 上一排呢 是三个碗格 这一排呢 是两个碗格 好 大家再来看一只哈 两个锁针 然后呢 在第一个碗格上 勾一个短针 三个锁针 第二个碗格上 一个短针 三个锁针 第三个碗格上 一个短针 好 勾两个锁针 这里呢 我们勾三个长针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一排就是这样哈 这里呢 一边两个锁针 然后呢 菠萝花上呢 它是两个碗格 花形到第五排 最后一排了 勾完这一排呢 我们就结束了一组 好 三个长针以后 我们后面 后面勾三个锁针 然后在第一个碗格上 一个短针 三个锁针 第二个碗格上 一个短针 勾三个锁针 好 勾下一组 这一排我们这个碗格呢 只剩下一个了哈 再来看一遍哈 勾完三个长针以后 我们勾三个锁针 然后在第一个碗格里 勾一个短针 三个锁针 第二个碗格里 一个短针 三个锁针 好 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勾三个长针 结束 你看我们这一组呢 就勾完了 看到吧 这个菠萝花 剩下一个碗格了 这个网格的两边呢 是三个锁针 这前面这两排呢 都是两个锁针 只有这一排是三个锁针 大家记住哈 然后大家看 这个有一点点凹度不平 没有关系 因为它这个花形注定呢 它就有一点 有一点这个凹度不平 洗完了以后就不会了哈 好 我们开始第二组 看一下怎么衔接 一二三 好 大家看一下 两个锁针 勾水草花 我们在这个网格里面勾 一个长针 两个锁针 一个长针 好的 勾两个锁针 结束 然后我们开始勾第二组 看在这里勾水草花 这个呢 花形跟我们第一组的 第一排的花形是一样的 三个长针 两个锁针 然后一组水草花 又两个锁针 我们只是 我是告诉大家 我们勾这个水草花的位置 就是勾在我们上一组的 这个网格里面 大家看 是吧 这一组跟这一组花形是一样的 大家看清楚 这个落针的位置就可以 好吧 大家自己勾吧 起多少组 然后呢 你勾多少 勾多少组 都剩自己说了算 它的大小呢 也是你自己决定的 好吧 今天这期课呢 我们就结束了哈 下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 这款四季背心